按照联盟大军的计划来看 此番成功封印空间裂缝的把握还是不小的 天歌真人似乎大松一口气地说道 如今各派已经做好了周全准备 并都取出了压箱底的手段 若是单品古凤山脉的鸣虫和取窑 应该无法抵挡我们的行动 只是我们此次最大的敌人并非他们 而是空间裂缝另一头永生镜的取窑 火焰老祖却是眉头微皱地如此说道 按照目前的情况来看 那永生镜取窑似乎距离真正的破开虚空 还有不少时日才对 天歌真人脸色一变地说道 现在是没有 不过一旦我们动手 封印那处空间裂缝 结果就不好说了 玄疑老祖叹了口气地说道 三位老祖 请恕我问一句不该问的话 若是此次作战失败 那同永生镜的取窑 降临到中天大陆 我等要怎么办 天歌真人犹豫了片刻 开口问道 即便是中天大陆真的落在一族之手 我们也有后手 可以确保太清门的道统 并不会就此断绝的 风清老祖表情没有丝毫变化 语气淡然地说道 天歌真人一正 随即明白了过来 看来三位老祖 早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恐怕其他各派也是如此 一念及此 天歌真人原本心中的以私担忧 也随之散去了 在他眼里 太清门的道统 甚至比中天大陆 还要重要很多 既然三位老祖 都已经做好了一切打算 那么他也不用再顾虑什么 可以全身心地投入这场大战当中 人族联盟大军 接下来的两天行程 遭受到的鸣虫和曲窑的袭击越来越少 行军速度自然比起之前要快上很多 两天之后 一座方圆足有万里的巨大山脉 气势磅礴地出现在大军的前方 正是古凤山脉 远远地看去 一片片巨大的黑色银色的云团 飘浮在山峰之间 云团之中 显然隐藏了数之不尽的鸣虫和曲窑 似乎在等待人族大军攻入的样子 其中以鸣虫的数量居多 曲窑只占了一小部分 不过这些曲窑修为 大都在真丹镜以上 并不好对付 山脉的深处 隐隐有一声声闷雷般的声音传来 即便深处数百里之外 也能够清晰地听到 似乎有人不断地轰击着什么一样 人族联盟大军在距离古凤山脉 尚有数十里处停了下来 随着一道道命令 有条不紊地传达下去 十余万修士迅速排成不同的队形 经过数百年的征战 各派修士之间的默契也增加了不少 转眼间便转化成形 如同训练有素的真正军队一样 大战爆发在即 所有人的脸上都是一片肃然的神色 一旦进攻的指示传达 便会毫不犹豫地根据之前的作战安排 发动最后的攻击 联盟大军的中心处 各派高层此刻聚集在了一起 看起来面色凝重 摩轩宗的经兽老者 此刻正口中念念有词 身前悬浮了一面漆黑的古镜 正是数百年前 与明虫之母大战中使用过的窥天井 窥天井上光芒流转下 一幅清晰无比的战场情景浮现而出 将所有人的目光聚集了过去 只见一处群山环似的苍茫虚空之中 横更着数百道漆黑无比的巨大空间裂缝 看起来有种触目惊心之感 空间裂缝正不时地微微颤抖 似乎另一端有人在不断地发动攻击一样 裂缝每颤动一下 便发出了一声闷雷般的巨响 边缘处也隐隐地扩大几分 看来空间裂缝另一头的永生曲遥已经有所行动了 不知他还有多久才能够破空降临 我等也不能再耽搁了 必须立刻行动 天宫宗的真夫人脸色难看 忽然开口说道 其他人的脸色均都不太好看 纷纷点了眼头 十余万联盟大军很快开始行动起来 在一声齐声的呐喊之下 十余万人同时往古凤山脉的方向飞去 远远地看去便仿佛一道数十里长的巨大箭头一样 与此同时 山脉深处传来几声高亢的吼叫 这些鸣虫和曲遥似乎得到了什么命令一样 立刻从山脉当中击射而出 仿佛一波波海涛迎向了人族大军 很快双方终于短兵相接 大战一触即发 人族大军最前端 仍是那几十艘巨大的天宫宗出云战船 战船之上 一阵嗡嗡的阵响此起彼伏 随即无数的符文浮现而出 一阵光芒流转下 战船迅速彼得 化为一个个百战高的巨型傀儡 体表如同披上了一层厚厚如实质般的光幕 仿佛一套坚韧的铠甲一样 鸣虫取摇的轰击落在光幕上 只激起了一阵阵法力光芒波动 鸣虫大军当中 不乏真单静 天象静的高阶鸣虫 但这些巨型的傀儡 体表的光幕坚韧一场 丝毫不为所动 数十艘战船所化的傀儡 就如同一个个身穿重铠的巨人 蛮横无比地冲入鸣虫大军之内 无数鸣虫冲了上来 但大都被巨大的战船所化的傀儡攻击 直接震飞碾压 人族联盟大军以着数十艘出云傀儡为箭头 轻易地撕裂了鸣虫和曲摇大军的外围防线 并朝着古凤山脉的深处挺进 无数的鸣虫和曲摇从两侧冲来 也无法丝毫抵挡联盟大军的行进脚步 转眼之间 联盟十余万大军便突入到了古凤山脉的数十里深处 不仅速度丝毫不减 且士气高昂 随着大军的深入 峡谷当中涌出的鸣虫和曲摇 无论数量上还是修为上 都比之前强上了不少 从两翼朝着联盟大军扑来 联盟大军的左侧 无数摩旋宗的鹰鬼扶兵密密麻麻地挡在前面 发出阵阵黑色银风连成一片 一些修为不高的鸣虫 少一碰到黑色银风 身体便立刻被冻住 凝结出了一层层厚厚的尖兵 不过鸣虫实在太多了 加上有真丹以上曲摇的加入 仍有不少突围到了跟前 这些鹰鬼扶兵顿石和曲摇 厮杀在了一起 由于数量众多且汉不畏死 都也勉强挡住了鸣虫和曲摇的攻击 联盟大军的右侧 一队队乳袍修士结成数十个白光蒙蒙的防御大阵 将攻击而来的鸣虫挡在外面 这些乳袍修士自然都是浩然疏怨的人 真夫人的战书果然有效 如此一来我们便不费多少功夫 轻易突入了古凤山脉的深处了 只要将那些裂缝封住 此战的目的便可达到了 联盟大军的身处一片灰云之上 摩轩宗的精兽老者看到周围的情景 哈哈一笑地说道 精兽老者的周围还有其他几个通玄存在 正是天公宗的真夫人 太清门的玄鱼老祖 浩然疏愿的白发老者等人 这些人可以说是如今联盟大军的实际最高掌控者 其他各派的通玄存在 都已经被派遣到了大军的各处 这都多亏了太清门的那位阵法大师 给玄武战舰的防御禁制改进了一番 否则我也不敢贸然采取这种战法 真夫人微微一笑地说道 莫非又是那位姓前的阵法大师 难怪战舰之上的护体公墓如此坚韧了 浩然疏愿的号手长老瞄了玄鱼老祖一眼 问道 两位倒又过奖了 玄鱼老祖呵呵一笑地说道 心中却不免有几分得意之色 眼下的战况虽然颇为顺利 不顾我们也万万不能掉以轻心 我估计这些名虫和曲遥 很快便会有所行动了 真夫人出言提醒道 其他人闻言脸色都是一动 玄鱼老祖正要开口说些什么 就在此刻 联盟大军的前方 木然传出了一阵花花的水声 随即两道宏大的灰光从山脉的深处积舍而来 朝着联盟大军铺来 通玄境 他们终于开始行动了 真夫人的面色一沉地说道 真夫人语气沉稳 似乎对此早有预料 那两道积舍而来的灰光散发出的灵压 都已经超过了天象境 所过之处 周围的中低阶的名虫曲遥 都被积舍起的进风吹得东遥西白 二者转眼间便扑到了联盟大军前 就在此刻 一清一澜两道红光从人族大军中积舍而出 分别迎向了对面而来的灰光 碰碰的两声巨响 两道灰光在与青蓝色两道红光的一个交手后 被双双拦了下来 灰光敛去 却是两头百丈长的 蜈蚣模样的名虫 而那一清一拦 两道顿光也随之消散开来 露出里面的身影 是一男一女 两个人族通玄存在 似乎来自于八大世家 双方六一打量后 立刻一言不发地激烈交手起来 两股剧烈的法力彼此交织 不时形成了一道道冲天而起的巨大光柱 附近实力弱小的名虫和曲窑 若是躲闪不及 被卷入其中的话 立刻都被搅得粉身碎骨 派出两名通玄境拖住对方后 联盟大军便毫不停留地 继续朝着古缝山脉的方向 深处而去 然而没前进多远 前方两侧的山脉 竟同时传来一阵地动山摇般的轰鸣声 巨大山石四下飞舞之下 接着刻空声再次传来 只见左右各有四道银色光芒 飞射而出 朝着联盟大军飞扑而来 这八道光芒 每一道散发出的气息都不信色于刚刚的两头通玄鸣宠 又是通玄境鸣宠 不对 这次是曲窑 真夫人脸色一变 忽然站了起来 可来这些曲窑叙事已久了 诸位 做好准备 玄雲老祖的面色也是一阵阴晴变化起来 八道荧光几乎眨眼间便出现在了联盟大军的跟前 荧光脸去露出了八头半人半残 体型庞大无比的银色曲窑 这些曲窑呈环形挡在联盟大军的前方 为及联盟大军做出反应 身上便荧光大方 呲呲的破空声大作 这些曲窑同时喷出无数道银色细丝 几乎遮挡住了大半天空 朝着联盟大军最前方的数十个出云傀儡笼罩罩而下 无数的银色细丝飞快地笼罩而下 将联盟大军前方的数十头出云战船 所画的巨星傀儡尽数冷罩旗下 这些银色细丝速度极快 数十头出云傀儡 瞬间被这些细丝缠绕在七八圈在身上 一番挣扎之下 虽然撞破了数层细丝 但动作却还是停了下来 片刻后便被团团网住了 后方的人族修饰的脸色一变 立刻朝着哪些白丝发动了攻击 各色法术法宝 如同雨点一般地落在那些白丝之上 但是那些白丝极为的坚韧 几乎无法摧毁 周围的鸣虫和曲摇 眼见人族大军停了下来 发出兴奋的吼叫 一波接着一波地朝着联盟大军扑了过来 十余万修士们眼见此景 顿时也不安地骚动起来 阵行也有些混乱 便在此刻树道气息宏大的断光 从联盟大军中击射而出 朝着那八头曲摇 击射而去 其中一道璀璨的金光尤其宏大 竟直颇向八头曲摇喷出的 无数白色而去 金光一闪显出了一个人影 正是浩然书院的浩首长老 他在身前悬浮了一本金色典籍 璀璨的金光便从上面散发而出 金色典籍法宝散发出了一阵阵 强烈之极的法则波动 此宝赫然正是当年 曾在天门大会之后 出现过一次的浩然书院的振派之宝 随着浩首长老口中念念有词 一道道法觉落在金色典籍之上 金色典籍散发出的金光 骤然强大了一倍 体积也飞快胀大 转眼间化为了数丈大小的巨大书册 哗啦一声 金色典籍一下子打开了 无数金色符文在周围浮现而出 浩首长老面色凝重的趋直一点 哪些金色符文一闪 化为一团团陡大的金色火球 朝着哪些银色巨网积射而去 金色火球撞在银色细丝之上 立刻发出轰轰的巨响 这些火球似乎蕴含了一丝法则之力 威力极大 立刻将那些细丝烧断了 几个呼吸之后 挡在联盟大军前方的银色细丝 便被焚烧殆尽了 好手老者的脸色有些苍白 显然驱动金色书本法宝 对他的消耗也是极大 感谢收听摩天记